我是好 欢迎收看百科大世纪 首相纳吉今天公开批评前首相敦马哈迪 指他上周发表的公民宣言 只不过是个人议程 并不是真正代表人民的宣言 他也叫敦马不应该拖人民下水 即利用人民来攻击国阵 另外纳吉也表示有关宣言也没有获得国人支持 例如多数杀猪人都不认同这个做法 然而前副首相慕尤丁却对此有相反的说辞 他认为公民宣言获得越来越多民间 反对党和部分非政府组织的支持 是一项非常了不起的创举 另外国家诚信党主席莫哈莫·沙布也指出 大马发生的贪污事件已经令人蒙蒙羞 国阵已经患上末期癌症 为了打倒滥权和贪污 这场仗一定要打 行动党国会领袖林吉祥则表示 对他而言签署公民宣言不畏个人利益 甚至不畏政党利益的这个事实 必将记录在历史中 副首相莫扎西披露 当局决定即日起加强取缔行动 任何庇护或雇佣非法外劳的雇主和外劳仲介 一旦被捕将直接被控上法庭 并面对边刑的后果 此外内阁也决定即日起停止引进新外劳 但这项措施不影响家庭女佣 这也意味着之前准备引进150万名孟加拉外劳的计划正式取消 阿姆沙西说 内阁也决定漂白计划的期限将从原本的12月31号 期间至6月30号 这是因为雇主继续不理会政府给予他们的机会 我国近期天气酷热 今天的摄氏34度热天气 其中击打华林 今天的气温预测高达40度 这种高温氰气还能让鸡蛋在车里 以及打在马路上呈全熟及半生熟状态 另外 鲜少雨量的干旱氰气已造成许多水坝水位降低 大马水务及能源研究协会 因此预测多个州属如森美兰 马六甲 霹雳 彭亨 及雪龙区等等 或许将面临治水危机 若情况再加恶化 则将分阶段治水 无用如何 该协会高级经理令诉方 劝请消费者不要大量存水 以免无形中造成水贡更加吃紧 导致原本没有治水却造成治水问题 他也促起民众无需过于担忧 因为一旦治水 水贡公司必定会在至少三天前发出通知 另外气象局总监强调 虽然科医部长指大马将在本月20号进入昼夜评分点 太阳届时将直射赤道 但气温未必会在当天飙高 1955年从中国福建来到马来亚的107岁老女士黄金莲 50年来尝试超过5次申请大马公民权 却都失败 今天他终于等到了民政党为他捎来的批准好消息 也就是内政部长阿莫扎西批准了他的公民权申请 云了他多年来的心愿 老女士的儿子指出 母亲最后一次申请公民权是在2013年 虽然多次萌生放弃的念头 不过还是用尽各种方法 一元母亲想成为大马人的心愿 他也说 没有公民权的母亲曾面对许多问题 包括无法在选举投票 无法申请一马人民援助金 出国手续繁杂等等 如今老人家心愿已了结 终于也能够无后顾之忧 与私贷同堂享天伦了 韩国世界级围棋高手九段骑士李士时 与Google公司研发的人工智能AlphaGo 今天进行双方第三回合对决 最终李士时认输吞下三连败 李士时在今天这场棋下得比第二站更辛苦 一开站在左方落居下风 虽然中间稍微追回 转至右下角开辟战场时 却在被电脑逼入绝境 双方最后在下方决战 李士时最终认输 围棋的变化层出不穷 一项是电脑难以挑战的棋类项目 不少棋界高手更形容围棋是地球人的最后一个堡垒 因此外界认为AlphaGo如果成功战胜李士时 代表了人类最引以为傲的高智慧 可以被电脑所取代 令人类的尊严顿时荡然无存 新闻到此 谢谢收看